就是一个民族 如果没有代表自己民族的文化无耗 就不能列出于世界民族之类 因为古人讲啊 父母横斜千万朵 赏心只有三两只 就说艺术创作要升华要取舍 既要有传统的传承 又要有笔墨当初时代的创新 中国人也在努力地扬为中用 学他的技法来表现中国人的感情 讲中国故事 我画的苏伊林 画的他这是夺金的时刻 我还画的苏伊林 凌空一月 你要从历史的长河里面去确定的话 你就会有信心 我认识到中国的艺术 你必须对按中国的文化 我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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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找到中国人的文化 在一切地埋传承 这些文化的文化 他在文化中宣传承 他设计有明镜的文化 在国家里面的文化 实际上可以这么说 我的青春是从七十岁之后才爆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绘画它要节奠的 七十岁之前它还是一个后节的过程 要七十岁之后爆发了 好像人刚刚醒来一样 你成熟了 那么就你的作品各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 再接着你就会如虎生气 你才会更加的有创造力 更加的有一种平民出来 Chen Jialing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n impoverished family but never surrendered his dream of becoming an accomplished artist in 1937 his mother gave birth to him while trying to escape the war amid life in turbulent times she always drew a variety of animals to cheer him up thus instilled in him a deep-rooted love of art when he graduated from primary school at the age of eleven his father died leaving his mother to care for him and his three younger siblings Chen chose to drop out of school and became a barbershop apprentice his fortunes changed in 1949 wh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新中国成立 我发生什么变化 私我 这个归道的转移 国家有一个政策 你家庭困难 去念书 可以有助学金的补助 我就匆匆忙忙 父亲了 我已经他了两年了 父亲好了之后 去考 那么考 什么学校比较好呢 因为我喜欢画画 我就想考行业中 美色老师是谁啊 你们可能知道 叫李塑同 这个学校的培养出来的 著名学生谁啊 潘天寿 你看 这样的一个名校 名人会吹的地方 就是我向往的一个学校 从此 成家林的规刀改变了 从学图转到学场 中国中文学院的学校 在1958年 成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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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家林的工业 成家林的工业 成家林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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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很深 那就是周昌国 我快要逼了 有一次我碰到周老师 我们就一面欣赏风景 一面就跟我谈 他说陈嘉玲 你看树木当中 有一种树叫山树 有一种树叫百树 你要挡山树也可以的 就像快餐一样 马上用马上走算 你如果要像百树能成大财 你就要耐得出节目 耐得出处则 你就成为大财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一生 印象很深 因为我觉得是我们的院长 潘天授 潘院长他的一句话 就是我众生意所奋斗的明灯 跟目标就是一句话 一句什么话呢 就是一个名作 如果没有代表自己名作的文化无耗 就不能立足以世界名作之灵 哎呀 这一句话对我一生都受用 第三位老师就是上海的洛言少老师 在学校里的时候 我这个线条年轻化了慢 但是你要知道 画公平的线条啊 都要靠在台子上 这个手拎不起来的 但是陆老师画山水画线条 这个手要拎起来 所以经过了洛言少先生 我的线条得到大大的提高 我们不妨通过三幅作品 来看一看在那个阶段前后 咱们陈老师画风的一些变化 来看三幅作品 第一幅呢 是1974年年画的爱妻阿军 第二幅呢 是1978年画的鲁迅先生像 我第一幅爱妻这幅画 你看我那个线条 还是带有公平线条 但是你看我这个鲁迅小像画 线条就是山水画线条 就很潇洒 很自由 很奔放 这种技艺 就从洛言少先生那里学来的 第三幅呢 是2004年画的爱妻阿军 阿军真幸福啊 在艺术家的笔下 永远是那么的青春 貌美 风华正貌 她是多辛苦啊 她为我的艺术的发展 默默无闻啊 她牺牲了自己啊 这成就了我啊 情不自禁地 对我的前期良母 一个致敬 这种作品是有绵典的 后期 以印象师傅 拥有非常非常有色彩的印象 以古代的印象 他将用于文化和印象 他将用于文化和印象 和印象的一种 并且画出的美衣感 与文化和约细约的影响 印象师傅 这也会向于文化的印象 这次来的印象的色彩 也将于文化的印象 尚先生在文化上的研究 he finally chose Xun paper, a high quality but delicate rice paper. After special treatment, the sensitivity and permeability of Xun paper is very high, so the artist can freely lay a large area of light ink and present natural moisture and rich layers in the ink. In 2007, Chen held his first solo exhibition at the age of 70 Since then, he has staged an exhibition almost every year The beauty of the painting is more and more It is a challenge of artists to create a painting Why? Because in China, the beauty of the painting is too much The beauty of the painting is too much If I am a young man, I will not be able to write the painting The art of the painting is too much 在中文之中,这是剑造的美国形象 在中国是大漆紧, 最大的强力的《The Scenery of Westlake》 为了一部分的作品 在前面的主要颈现场 其中文化, 这工作帮助世界各地的美丽的美丽的美丽 杭州是上有天堂,下有苏黄 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山川美,历史美 再加上这是吉尔林峰会的当代之美 我觉得我这个画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把这个风景就是画出来 把水墨变成色彩,一点一点层层加上去 那技术是传统,但是显现出来是有色彩的,那就是现在 其实在画西湖景色之前,您已经画过西湖石景了 对西湖有这么深的感情 因为年纪大了,随着年龄的增大 对故乡越来越眷恋 从十年纪大,他继续建造的美丽 在自己年纪大,还继续建造的美丽 尼热的美丽的美丽 然后其中一年纪大,一年纪大,一年纪大 在新的美丽,纪大,一年纪大,一年纪大 是大 enough for four people such works were a great challenge for Chen who is in his 80s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Chen painted 40 vats in pursuit of the effect of cone transformation there's great uncertainty in the cone which will make the creation more difficult 材料 给你带来的意向不得的效果 那么这个就是偶来性跟变来性 制造的美学区 Biopic Chen Jialin was completed in 2014 the film took three years to record Chen's sketching tour around the country and the process of him creating his grand series of landscape works in 2013 he visited Jinggang Mountain a region renowned as a cradl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elegantly captured its spectacular vistas to pay homage and record his artistic renderings for posterity 这个這個井冈山 这个井冈山啊 它的固土呢 我就按照井冈山的祖福來話 因为井冈山祖福啊 最永违 最有气势 尤其是在中午 十二点钟的时候啊 阳光照在这个树上 跃跃畅畅 那是俊丽无比 那么我用的种彩 是我自己的创造 我把这个山川 用黑木打底 我这个种彩 就是用湖南加淡绿 给它弄出来的颜色 由于这个一层层加上去 这个色彩就非常厚重 就非常顺利 同时它就很透明 很亮 变得有这个光感 你看这幅西北部 我是非常得意直撞 西北部 我们一到这个地方 就被它这个悠悠冲冲的树木 我出血液 同样我也是打木的底 然后再画这种光感 这种霞光描写出来 再加上这个水啊 杜沙青啊 所以这幅画是我得意直撞 这幅画呢 是梁家河 这个地方是很漂亮的 知道了 为什么 就在王土高原的特点 你看 它都是跟城墙一样 这个一层 一层 上面是平的 它没有什么轮过线的 这个是王土高原的特点 那个时候 我们到梁家河去的 山上还有杜鹃花 但是这个杜鹃花呢 它是东一堆西一堆的 就是我画的时候 把杜鹃花 给它 好像园林布置一样 真感谢您的分享 因为要不是您说 我们可能光是看画 还真不知道 这画背后 还有那么多创作的故事 所以说画家呀 艺术家 他不仅有发现美的双眼 还得有创造美的灵魂 对不对 我们把掌声送给陈老 我们这代人呢 经过了苦难的洗礼 经历了改革开放 摸跃着伟大复兴的处方 如此的生命体验 是时间的恩事 更是时代的恩事 我们使美术工作者 对美的追求 对美的表达 就是加过情怀的表达 我的几十年 也是中国变革了几十年 我们要为国家的信望 而骄傲 这些美的变化 也为艺术家 唱作带来的 激情 灵感 宏洞里面 我画三生 五月四圣经 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去写生唱作 我从上海去横山 坐个飞机 坐个高铁 几小时就到了 如果在古代 我们是想 就是骑毛驴到横山 最少延的几个月晚 因为他们路途遥远 交通受限制 所以限制了他们 这个艺术创作的 广度与时间 也就是说 国家的进步 交通的便利 为我的创作 提供了条件 我是画家 我一定要通过画边 展现出来 过去生活不稳定 吃不饱饭 融合搞硬朔 这是因为 我们这个小家 发生了变化 小家 为了生活提高了 才有这种基础 跟力量来帮助你去创作 我们要感恩时的 孤颂时的 享受时的 自然而来的 我们要争切时的 这样 我想 我们每个艺术家 维持而努力 维持而创作 这种合力的努力 我认为 就是国家文化 走向世界 做着心贡献的 家国情怀的 一种举措 谢谢大家